我国制造业活动连续20个月扩张 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这是因新订单 出口和就业等几个关键指数扩张速度放缓所致 上个月的采购经济指数下跌0.4点 报50.2点 采购经济指数高于50 显示经济活动正在扩张 分析师表示增长速度放缓可能是因春节假期和月份较短等季节性因素导致的 受访经济师预计 如果俄乌局势不进一步恶化 而全球贸易活动也有所恢复 我国制造业今年的平均增长率可达到4%